对就到这个时候 其实CDC这局 已经就没有什么翻盘点了 他们这个阵容 就只赢一手比较肥的路纳去 在后期对抗小狗 但是路纳中期团长连续被杀之后 CDC这一局就没什么机会了 对 还是没有想到 他最后是把这个蝙蝠骑士 定义为了一个 中单 中单 对我考虑到的 可能是去打一个四 因为看到有黑弦吗 能打一个四 再去补一手 其他的中路英雄 我觉得CDC这一局 他这个选人的问题 应该是从黑弦开始的 他选了黑弦之后 不知道他当时想不想让蝙蝠打中 但是黑弦跟蝙蝠这两个英雄 确实不是特别搭配 对 他选黑弦之后 我就说这个黑弦跟 这个前面的三手男人 没什么配合性 一般来说呢 黑弦要么就是配一个 降游位的干扰者 或者是黑鸟火猫这样的核心 或者是大鱼人这样的四号位 打这种中期的配合 至少有一些combo可以组起来 对 他是一个团战的配合性英雄 他不是一个单纯 出恢复性的英雄 他跟孽主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孽主呢 自己有一个怨恋深渊跟火雨 他自己可以形成一个 控制跟伤害 然后他自己救人就可以了 有个光环在 在团战当中就来回晃就够了 是 好了 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已经开始了 这一局的话 IGV依然上来是直接把这个 伐木机给搬了 为什么这么喜欢办伐木机啊 伐木机的话 CDC这边 印象中是mini-me玩的 比较多一点吧 用的也不太多吧 不知道啊 我感觉mini-me玩这种什么 发条伐木机 好像还挺多的 是的 会用肯定是会用 但是好像不是CDC这个 优先选的英雄 这一局主要看CDC的BP啊 他们上一局输了 所以这一局CDC是要主动调整 对 IGV是可以 看着去应对 而且说实话 上一局CDC这个选人 还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他们这一局 需要调整一下 这BP的策略 IGV的策略 基本上这种BP这方面 赢了队伍就不用调整 就看你怎么调整 我再来应对就可以了 蚂蚁被搬 大猶人被搬 那看IGV会不会继续拿小狗 拿了 对 赢的队伍嘛 就先不变 我觉得CDC可以来一个什么 拉比克拍拍熊 或者独格露娜 把沙王先抢过来 拿了干扰者 这个拿人还可以吧 但这两个英雄都打不了小狗啊 对 IGV再给应对选手蝙蝠 这两个英雄 就是小狗一开这个狂暴 就有点拿他没办法 对啊 CDC第二轮要办沉默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这种蝙蝠的无视BKB的大招在 对 这CDC两个法师一选 要办沉默的 不办沉默这个阵容就又不好打了 IGV后面别的位置不管怎么补 他这沉默只要选到 突然就已经很好打了 CDC自己是不好补沉默的 自己不太好补 因为他沙王带不了狗 他的先手 他先手是有 但先手不够强 上一局IGV补沉默 他是有沙王带狗这个先手切入的 这个先手有控制有爆发 然后在爆发杀人的时候沉默给个大招去掩护 沉默的大招是绝对够的这个时间 对就比较完整 沉被搬 沉是Super的招牌英雄 搬了个沉 CDC这个搬人的思路总是比较 备用时间 不过我昨天是昨天还是今天上网 忘了就是看他们打危机 IGV的时候也是会在这一手扳掉 其实我觉得CDC这轮扮人应该是扮力丸跟沉默术是最好 上一局打IGV已经是知道了IGV的套路 小狗蛋隐身 那么这一局 力丸沉默这两个点我觉得都需要扮 哪个哪个不办都都挺不好打的 是我觉得力丸还是要扮一下 对IGV是扮了个神域者保一下蝙蝠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 CDC这边想打蝙蝠的话 好像就剩下一个三号尾军团了 军团指挥官是可以拿的 对 军团打蝙蝠其实也挺勉强 他的强攻毕竟 施法距离还是比较近 跟神域者VS这样的比不了 打团的话还行 对 但CDC这阵容选不了VS 没有VS的位置 不适合 我觉得CDC这一局BP 好像又是出于下风了 第四手扳了一个黑鸟 不办这样有 其实这个黑鸟 黑鸟扳的 他们这个阵容是自己也可以拿黑鸟的 而且黑鸟有一手官 可以救一下被蝙蝠拉到的人 包括打小狗也还可以吧 还剩10秒 不太能理解Inflame这个BP的思路 看他后面选什么人吧 杀王干扰者 看样子他们是想选个团战阵容 我觉得这一局IGV是可以考虑 这一局IGV可以考虑办一个黑鸟 因为黑鸟跟杀王干扰者的配合性 是比较好的 对 至少能够接起来 对 虚空假面 这CDC是会打这个一号位虚空的 请偏偏方选择英雄 虚空也可以 他觉得虚空打狗比较厉害 特别是这种带狗型的阵容 就是蝙蝠带狗进来的时候 虚空如果在旁边的话 可以打一个反手 虚空的反手大招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而且虚空这个大气 是不是很怕陈魔术 狮王 三四五号位拿齐 狮王要跟杀王打一个双列 把对方打穿吗 陈魔术室 选到了 IGV这个选择太舒服了 再来一手立丸 立丸选不选不太重要 这个陈魔术室只要选出来 他们这个阵容就很好打 他四号位 不管是选立丸还是选土猫 还是选什么都可以打 他的核心在于前三手拿人 这前三手一个非常强的先手稳定控 一个爆发 一个大招掩护 就跟上一局的思路差不多 就把杀王换成了蝙蝠 CDC呢 虽然说阵容跟上一局不一样 但是 还是 IGV没换阵容啊 还是那套阵容 对 多了个蝙蝠骑士嘛 对 蝙蝠骑士的控制 相比于杀王的话 就是不是那种小控 对 是大招 但是也有好处 他的控制更稳定 时间长 对 还能往回拉人 选了个小鱼人 小鱼人 只能说比较一般吧 中路的选择现在是 看他们怎么去考虑中路对线的英雄 这一局IGV 阵容已经很完整 中路选什么都行 跟上一局一样 就像我们又推荐了什么懒猫 也可以 对 他选什么都可以 因为CDC这个 我觉得既然这么完整的话 就拿一个中路强势一点的英雄就行了 强势一点的英雄 对线凶一点的 对线凶一点的 就是对线打什么英雄都不会太吃亏 龙骑胖嘛 这两个英雄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打什么英雄都不会太吃亏 跟谁都是五五开 别看龙骑是个近战 但是现在黑鸟不在了 打龙骑是能把龙骑压死的 基本上没有 跟谁都可以打 而且这两个英雄也是 打IGV这个阵容还不错 IGV这个阵容 要说少东西 也就少一点 少一点前排了 前排 那就拿一个肉一点的中路呗 他如果觉得 缺少一个吃技能的英雄 就吃第一波技能的英雄 可以补龙骑士 他如果觉得输出点少了 就补胖 胖被扳了 可以选的 其实非常多 IGV选女王选火猫都可以 来一个点墓碑的 点墓碑的 可以选个远程 IGV最后一手半人 估计 估计还是在死亡先知 还是在这个死亡先知 刚刚我想说谁来着 这局CDC又是单核啊 他中单 感觉得补个输出呀 中单带输出的 对 像圣堂这样的 圣堂 这局影魔可能 也还可以 中单我觉得CDC得补个输出啊 不然他后期输出又不够了 他们团战其实打起来还行 对 就来一个能够在团战当中 多一点爆发的 这波中期 中期团战倒是蛮强的 有个干扰者在 干扰者失望的墓碑 对 就是后期 往后期发展可能差了一点 中期IGV团战其实也不弱的 他们有个沉默大招 而且还有蝙蝠带狗 就是IGV这个阵容容错率更高 IGV中路 我觉得这局选火猫挺不错的 虽然是他们先选 IGV选火猫 CDC会不会拿个冰雷卡出来 有可能 极有可能 卡尔确实是 英雄战场英雄 所以这手拿人 IGV想的时间比较长 感觉火猫不错 是因为火猫中期 也是一个爆发比较高的英雄 是个节奏点 而且火猫这个英雄比较灵活 IGV选了影魔 请天徽方选择英雄 剃刀 剃刀 这样子中路影魔又难打了 对 他还是比较注重于线上 想在中路打出优势 跟上一局一样 这局选了个剃刀 CDC这个阵容的话 可能拿出来还是偏 就是前期线上打出优势 然后最后去打一个团战 对 用团战再去赢了 再去推塔 这样子一个死 这局线上比上一局 还要厉害 那么小鱼人也是可以配合杀人的 然后剃刀中路是一个宪霸 然后世王也是一个前期 到哪哪厉害的英雄 所以他这局应该是 在线上想打出比上一局更大的优势 让对方中期没有那么好的 没有那么好的装备 去接这个团战 那这一局阵容拿出来 你可能看好哪一边一点 这一局不太好说 这一局我觉得 还是IGV选的好 因为我之前说了 就是看他蝙蝠狗之后 我说CDC第二轮要办沉默 他这个沉默不办 沉默不办 中期太难打了 请坐好 这一局除非CDC现场优势 大到中期可以无视沉默 这个打招 那才可以 那得什么样的优势啊 不然就是不太好打 隐魔是鞋子出门 这隐魔又是扛压 这隐魔必须扛压 对上一局 POP就是中路扛压 所以他们在拿人的时候 又说给他拿一个那种 打什么英雄 不会太吃亏 强势一点对吧 这一局啊 这一局线上 首先CDC要做好这样一点 就是劣势路放好真眼 别让隐次再混了 IGV的力丸 这一局是买了TP 然后蝙蝠是买了 蝙蝠是没有打野 之前IGV打这个 三号位蝙蝠 四号位力丸的时候 全是蝙蝠打野 四号位力丸混线的 他要不然考虑到这一局 线上压力有点大 对就让蝙蝠骑士混线了 是的 然后他自己也可以选择去 支援一下其他路吧 因为力丸 他单混下路的话 太容易被杀了 是的 被粉到之后 P是接小鱼人跳 可能就死了 鞋子出门的 鞋子出门的影魔 一级不妨学个影压 他 不然反正也 上来就被抽攻 本身就没攻击力 对 他只要被抽个两三秒 就补不到刀了 不妨学个影压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小鱼人拿到 还是小鱼人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赏金符提示 再次显示出来 是多么的关键 重要性 不然我们就不太容易分辨 还得看他多少钱 你还得先看他之前身上有多少钱 然后再看他现在有多少钱 中路狮王还要来帮忙 哎呦一个提刀还不过 还要来个狮王 这影魔叫苦不堪 影魔居然没学影压 他的攻击力 就25点 25点 这比辅助都不如啊 就不能跟辅助比了 25点就跟小兵比就行了 中路影魔 IJV索性就不用管 索性就不管 就让这个影魔 扛压 对 中路扛压位 对 其实狮王倒是没有必要去帮中 中路不用帮 就帮下或者帮上路杀王 去打对面带沉默的这一路 应该也还可以 就是帮下 CDC这局打一个下路 非常优的就可以了 对 反正中路本身就是优的 有个真眼 立完放个真眼 但是对方真眼的位置 非常的危险 不敢去反 小鱼人是没学跳吗 哎 撒伞 发现了 小鱼人学跳了吗 小鱼人猫似没学跳 一切的黑暗起鱼 形成正火吃一下 再点一个D 还是带走人口 这一局CDC这个下路 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感觉IGV可以考虑下路放弃了 就是让蝙蝠去打野 然后立完自己下路 看情况混就可以了 这个下路太强了 强化线上 对 而且他们下路这个三人组 IGV是杀不死任何一个人的 他们这两个人杀谁都很难 只要有狮王在 这个三人组是真强 狮王现场是个bug 他一个人站在前面 打IGV这两个人都不怕 之前一段时间看到蓝胖的流行的时候 有些队友就会用狮王 去跟蓝胖的抗衡 听说你肉 对 前期唯一一个跟蓝胖队A 不落下风的英雄 就是狮王 这一局IGV线上只能是 保小狗无解肥了 别的算是管不了 对 他们小狗这路倒是 应该会比较肥的 对 变蝠骑士进野区了 这个下路 他开局就不应该再下路 就应该直接进野区 感觉立完还是会想办法在这边混 对 他就偷偷摸摸的拐弯末脚的混就行了 马上到三级 对 那这样CDC看到对方蝙蝠骑士不在 那狮王就要马上动 狮王就要动起来 是的 再去帮别的路打出优势 中路是不太用装的 狮王可以考虑一下去上 对 上路 狮王杀王也是线上非常强的两个人 又来 踢到10-15啊 隐磨7-0 隐磨是4-2 你看成蝙蝠的了 我看错了 看错了 隐磨是4-2 不好意思 你要看看隐磨现在有多少攻击力 隐磨是去开了个圣坛 啊 这把蝙蝠骑士也强了点 又点攻击力 好可怜这隐磨 刚被抽了一波 我隐磨倒也还好 就是像他前面一样 现场混得再惨 然后去通过 这要死了 这要死了 你看这个狮王一来上之后 上路马上打开局面 这一直在这一个现场 确实选择非常强势 就看他优势能建立多大了 哎呦好凶 开墓碑 直接利墓碑断兵 但是自己兵快死完了 那只能走 送了一个墓碑啊 被小兵给摸掉了 中路帮一摸灌瓶 但是这里线上是有真眼在 这个真眼暂时没看到 还几位那个假眼 就是他一会儿 哎消失了 这是新放的假眼 就真眼 对 哎呦这两个人刚想动手 发现了个狮王 直接放弃了 这边其实自己有危险 一个狮魂带走 有没有粉啊 有粉 有撇士吗 有 先电燃一下 有二级撇士 哎 撇士用完了 这样撇士的距离 好像是有点赶不上 到了圣坛 还想撇士 先回复一下 撇的沉默 沉默是个满状态的 小兵有点勉强 这波要撤了 这波要撤了 蝙蝠又过来 不过撤也来得及 撤也是可以走 力丸很凶 避过来追小鱼人 再叠油 再叠油 杀不了了 不过进塔了 进塔了没有办法了 刚才 刚才Demos那个 这个撇士用晚了 早点用就就好了 对 小鱼人这波没有到6 那要回一波加 这个有点尴尬 残血回一波加 这个还是挺拖节奏的 在中路已经没有人敢跟剃刀战线了 这个剃刀线霸好吧 谁露面谁被压 杀完混的也不错 补刀比小狗只落后6个 这一局线上的优势 CBC应该是比较大了 立完几级了 4级 下路还是单换了一段时间的 恢复服 不错 对于这个打野野魔来说 恢复是非常不错的 对 对 一波开悟 世王加沙王 也带了个假眼 想来中包影魔 很有机会 但是兵线正好推过去 影魔直接跑了 跑下路打野去了 一个撇刺 撇刺回来 但是兵线开了火 再吃天灵之火 兵线打得比较凶 想打开局面 但是比较难 不死就不错了 对的 立完在这边看了 这两个人 嗯 给队友报一下 中路危险 赶紧避开 对 反正影魔 自己在野区打野 对 现在因为贴近话 不会被小怪打断 所以说打野 贴个近话 慢慢打 对 还可以 而且身上有个恢复服在 对 辅助走了之后 单小于人的话 蝙蝠就开心了 对蝙蝠终于能混了 因为贴近人上 在这种线上想杀人是比较难的 因为线上强度跟对方差太多了 只能是地球拿平心发育 上路是抓了一波杀王 给物给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地好 非常漂亮 在雾里面走了一整段路 对 横化了一整个雾才走出去 最终杀王这个刺也是没有放出来 萨尔看P氏的位置 P氏回来再接一手框 但是这波小鱼人没跟 小鱼人没跟 伤害不够 对 蝙蝠齐是A掉的墓碑 看想反补不想的反补 反补了 墓碑还是挺贵的 8分钟 个人经济我们来挑一眼 小狗3600排第一 你别说 隐魔还真没比剃刀穷太多 是的 就无限打野 就是能混吗 对 隐魔这个英雄有等级之后 他可以通过打野来补 CDC 这局 说实话 线上这个优势还是不够大呀 这 我只能说 IGV完全可以接受 对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对面这个阵容想出来 线上肯定是 哎 这 哎 差一点 差一点 哎呦 INFLAME这个左备我都吓了一跳 这个隐魔差点翻身做主人 是的 这一波单杀要真 真的完成了 这隐魔直接就翻身了 他怎么 那个血量还敢跟隐魔在那个位置站着啊 两压一技普攻 可能是前期欺负隐魔欺负太久了 欺负习惯了是吧 是的 其实隐魔等级非常高 对 它有9级 隐魔这个隐压的成长性啊 技能成长性其实比提刀要好得多的 利丸带小狗 带小狗 带小狗来了 这一波盘口 看到了这边 哎 金眼 刚反眼直接避过来强行牵手吗 杀个利丸 减速给到了 两下三下点死那狗怎么走是个问题 狗猫死是受不了了 这波好亏 有点勉强这个动手 他其实看到插针也可以选择不动手 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 萨尔反眼和隐次的币是同时进行的 就是大想后悔的已经来不及了 人已经到他脸上了 小狗这波比较伤 上路成果抓紧时间 赶紧不等级 他们的打法跟之前差不多 就是小狗去动了 成果一瓶去不等级 对 对的 跟上一局的阵容是一样的 所以思路也是一样的 CDC这局的阵容有个小问题 就是他们虽然说 选的这个阵容线上很强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的 爆发是不是 不是 他们的推进能力很弱 他们这个阵容推不了塔 两剂影压贴身 拼死了一个 对就是拼杀王 因为他知道 对面四个人过来 自己肯定是死了 把伤害打了出来 最后拼死一个杀王 还算可以接着 不是很亏 CDC这个阵容 他杀人之后不好推塔 这个是很尴尬的 小鱼人不是个推塔英雄 剃刀推塔其实也是比较一半的 只能看剃刀慢慢推呗 对 太慢了 杀人不拿塔 等于得势不得分啊 现在IGV沉默也是混到了六级 钻了一波 看这个物的位置 有机会杀的 物和减速要配合好 就是这个补刀的时机 物加减速 逼过来给大招小鱼人 沉默补了个大招 漂亮 这个大招是 配合起来绝对要把他杀掉 是的 是的 这跟他们杀露娜那一波 其实很相似 我发现 是的 下给我必章了 这波小鱼人阵亡 对于CDC来说 非常非常的伤 他们节奏是断了一下 沙王刚才因为也是死过 所以跳刀差的还比较远 蝙蝠骑士的跳刀还差多少 蝙蝠骑士比沙王稍微肥一点点 蝙蝠已经比沙王肥了 对 快有了 卡位了 卡到了 这信使都被卡位了 兄弟 哎呀 900块钱 Inflame可能是 目标不在自己 如果是 他正在控自己的英雄的话 他这个被卡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应该知道立丸在 就应该控一下小鸡 上面应该是他的这个 魔龙枪的配件 嗯 下落是 CDC抓了个落单沉默 影响不大 现在IGV等个蝙蝠跳刀 蝙蝠应该快跳了吧 引我引刀 蝙蝠也快跳了 帮蝙蝠打一打 IGV的节奏点已经是到来了 对 下路这里 这个萨尔的走位 太靠前了 他是过来放眼的 影魔引刀第一波 小秒小鱼人 这个大招 一技影压 两技影压 直接秒了A一下 三技影压 双杀 还有一个炸回来 被他穿刺走了 已经很转了 已经急转了 是的 杀了这边的一个小鱼 一个狮王 就是等于小鱼又是连续两次的阵王 对 影魔开个引刀 还想包抄一下杀王 A一下 杀王再次走 被他躲了 这已经非常转了 小狗都没来 小狗在上楼一直打前 队友已经把这个鞠尺给hold住了 是 蝙蝠有跳 马上找狗 狗带 狗带避将的 干扰者这个位置又是过来做眼的 嗯不错 这个眼做了之后是看到了蝙蝠应该是 蝙蝠好像没往那边走吧 嗯 那就不清楚了 应该是没往那边走 小鱼人 哎呦小鱼人他没用没开c 那小鱼人就死了 完了完了 哎 大招开出来了 伤害不够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刚才沉默是 刚才在拉的一瞬间沉默是没大的 沉默现在是刚有大 对 所以沉默是没有放大 这要是连死三次 那小鱼人就认雪崩 这样应该是可以砍杀一个蝙蝠 蝙蝠现在买了大魔棒 刚才蝙蝠拉小鱼人 伤害打的基本上已经比较极限了 就是差了一点点 就是差了一点 毕竟是有灵魂之雷跟熊鬼盾 还是有一点肉 对 cdc赶紧推啊 这真的是 刻不容缓 赶紧推 再不推的话过一会 世王强势器已经过去了 世王后面就没用了 这边也是个换塔 埃及约是破了cdc下路一塔 一波换塔 隐魔接下来直接出bkb 又一个恢复服 恢复有点多啊 魔就在下落这三片野区发财 没怎么去过别的地方 是的 经济还是刷到了全场第一 就是这个英雄刷 刷钱的能力 刷的快 剃刀就很尴尬了 线上那么大的优势 数据也挺好的 200没死过 应该是个拿一血的剃刀 但是现在经济就是没有对面好 小鱼人的这个引刀是比 引魔晚了好多 终于有了 小鱼人出引刀之后 需要注意一下沉默的位置 最好是切沉默 因为小鱼人切沉默沉默大招放不放都是要死 一波开悟 四人开悟 这边CDC可能也要开悟 他们这个阵容不能等 他们这个阵容小鱼人应该都需要打一波 但是这里如果开悟对上去的话 很有可能是高波撞低波 来了来了 还几位站着高波 哎 引魔这边是破雾了 被小鱼人引刀发现 哎沉默这个位置很差 哎呀沉默被秒了 引魔放一个大招 这边萨尔也放了大招 位置也不错 但是在这边的圣坛处 对 这波CDC背靠圣坛 很好打 IG赶紧跑 一个断 断后的雾 哎跳中了这边的边部骑士 但是边部骑士 哎怎么怎么 挣脱了这个小鱼人的 他是火消失之后 跟小鱼人形成了个地形叉 所以被跑了 对判定为挣脱 利丸放了大招 躲了一下 就是引魔怎么还回头啊 他是等这个骑士吧 等他去避一下吧 他是想接利丸 只有自己死了 小鱼人这边被狗TB过来是杀掉 但是狗被抽攻击抽成了 几乎是负的 潘萨尔的骑士 骑回来 骑回来之后 有没有后续的控制 提到攻击力非常高 非常高 但是 伤害是一下一下来 小鱼小狗可以切笔章 肯定死不了 慢慢切笔章 拿到自己的暗面 对 刚刚那一波 隐魔要是忍住 真的那没下去就好了 是的 他去为了接队友 就跟刚才露娜 为了救神域者是一样的 我说的是 他们在最早的时候 在他们这个圣坛这 隐魔要是没下去 看到小鱼人过来 他们先动手了就好了 对他没视野 他在野区是没有视野的 直接是走下去了 他当时引刀也是CD 那个开团的位置 确实对CD太有利了 是被靠圣坛 而且果然就是沉默被秒了 这个团战沉默被秒就 比较难打 所以沉默的这个大招 是等到他们 刚刚为了救小狗才放的 中路没给到贴士 CDC这一波团战打赢之后 是打回来了一些 之前CDC已经是劣势了 现在是打回来了一些 不过IGV还是经济领先 CDC这个阵容在中期 经济是不应该落后的 他们的节奏还是太慢了 主要原因就是推不了塔 现在沉默没有大招 赶紧推 小狗这边又是跟力王去找 找机会 沉默没大的话 杀小羽人伤害应该是不够 因为开引刀虽然说 虽然说不能解沉默 但是能从物理走出来 走得更快 而且这局CDC选了小羽人之后 立完的视野就不太好放了 小羽人是可以探眼的 对 看到小羽人 所以说CDC这局阵容 比上局是要好一些了 只不过这个阵容的发展性 还是一般 小羽人探的 小羽人也是非常的心惊难战 因为立完带狗 沉默开大招 这个自己随便被抓 对 所以他刚刚是有点点虚的 这个真眼没排到 对 CDC还是可能要尽早的买块宝石 这狮王跟上场局一样又被打费了 一直带真眼 一组真眼就是200 但没办法 你有对面有隐身 嗯 辅助的经济肯定是会受到牵制的 对 杜哥范斯还是在对面点了三个假眼 位置都比较深 CDC开悟 很着急 想打开局面 往上路走 小羽人担待下呢 这一波CDC人不齐啊 但是 IGV的人也不生气 对 诶 小狗再往这边赶 诶 这边 破雾粉 发现了立完 小狗能走过来的 拍着一个石头人就过来了 全磨放大 小狗先把狮王切死 立完还没死 干扰者这个大招效果不好 再补一手撇视 影魔摇大招 摇出来了 效果不错 两记影压 踢刀赶紧推走 好 蝙蝠骑士过来看拉谁 一个D有 干扰者这个位置 自己的血量是比较残的 蝙蝠在追他 这边影魔是被小羽人强切死 小羽在开个大招 干扰者是绕树林风筝的对面一波 对 诗王 买活过来吗 应该是复活吧 他活的比较快 那么快 等级低嘛 这边是AC一个干扰者 最后要走了 蝙蝠骑士被杀 这波小羽人是过来打了一个收割 诗王应该是复活过来 他如果买活应该就第一次也买了 他应该就是 他减了30秒复活时间 对 他的这个天赋 他居然是选了减复活时间 那他现在复活的时间就特别短 对 一般我都是选加钱的 呃 其实之前我看过有些人就是说 看英雄吧 如果是在比较早的时间 有这个减复活时间的话 对于你参考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如果那种复活时间是在比较后面才能点到 那可能就作用性要小很多 但是 诗王不点这个加钱 他的经济来源在中期就几乎没了我觉得 但你他加钱这个是加多少钱来说 嗯 一分钟90块钱 一分钟就是10分钟就是900块钱 嗯 对于辅助来说确实也买买诱人的 对 至少眼前出来了 是的是的 各有各的好处吧 对可能是看局势 有些人会去做不同的选择 一波BKB还差一点 CDC又开了一波5 这波就是抓对方成功没有大招 两个塔后眼 这是个真假眼 真假眼 哎立完露线了 直接一个撒粉票次 回出来了 这是蝙蝠的推推棒 是的蝙蝠再拉 反手再拉住 但是被P是解掉了 小狗看一下出不出来出来 找剃刀 推一手 强追 踢刀这里 一口加血 狗是没有磨免了 赶紧跑 被抽攻 尘魔补个大招 尘魔补个大招 尘魔也在后面摇个大 对 踢刀是TP了 TP走了 CDC要撤 目标被点掉 他们这波撤得好快啊 追不上了 小鱼人是在后排被杀了 追不上人啊 小鱼人应该是 切人的时候被沉默一个大招 放住之后 小鱼人被沉默 放不出大招 这一波 IGB直接过来 空盾 这好亏啊 这个盾CDC不能放啊 又是恢复 这个尘魔碰了三个恢复了 对啊 这个尘魔恢复服怎么那么多 恢复专业户 尘魔更新了BKB 上一波没有开 那下一波有盾有BKB 非常强势 一直来开火 剃刀过来 小鱼人买活 这个盾不放 尘魔BKB开一下 直接反打 秒掉了狮王 狮王复活很快 只需十秒 小鱼人这边在切辅助 这尘魔说是没有技能被切了 被切了无所谓 剃刀 给了减速 哎呦剃刀落单了 又推了一下 你们往前跟 能点死吗 一记影压应该是点死了 撒克塔一波双杀 这波BKB的第一波很完美 是被杀王配合小鱼人给击杀掉了 狮王活得快 刚出来就要死了 再死 活得还是快 再来切力丸 对 小鱼人就是切辅助 但是这波肉衫是被阻止了 这样的话 IGV他们是双核活了下来 然后CDC 剃刀是死了 然后狮王死了两次 这狮王已经 有点崩了 隐魔这波完美完美输出 BKB第一波 伤害打的也高 然后也完成了一波三杀 阻止了他们打的小鱼人是不是去打盾了 小鱼人是去打盾了 他打的应该是比较慢的 小鱼人打盾比较慢 小狗已经踢圣坛了 是的 那应该都要踢圣坛过来找了 还在打吗 看一下这个肉衫是怎么样 快掉了 给一个墓碑应该是打掉了 CDC这样控了一个盾还可以 小狗是没有冒然进去 刚要走下去 盾已经没了 还好这波CDC是控到了一个盾 对 现在意识到这个 尸王活的有多快了 哈哈哈 一直在 一直在 死了又来了 说我们团阵得杀六个人才算一波团阵 发现了剃刀 但他没有带狗啊 带狗的话是可以杀 队友都在往这边集合 哎 天不及时跳拉 拉住往回一拖 这个雾的位置 推了一下 应该再推 再推一下两手推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这两手推已经给的很及时 躲了影魔一记C炮 对 还是死了 不过第一时间在野区被集合 确实比较难活 对 我们可以看沉默吸了多少智力了 应该也混了不少 八点 还好 其实不是很多 不过这波沉默好像是收了个人头 把这个微光披风做出来了 嗯 他有微光之后就可以躲一下小鱼人 的去切他了 对 我们看到IGV他只要沉默有大招 技能起 打正面根本就不怕 不管CDC有没有盾 完全不怕 因为他这个 有后手的一个大招在 而且影魔现在BKB正面团战非常强 诶 杀王一个先手发现了利丸 利丸是有大的 但是被萨尔一个匡大留住了 那死了 水波技能给的比较果断 我杀一个利丸 花 这边那么多人 头也不回来就会走了 对 感觉卖了就卖了吧 白鹰之风 IGV只要保证自己双核的经济比对面要好就可以了 他们团战有蝙蝠的控制跟沉默大招 很好打 开个圣坛 这边蝙蝠骑士是空了个隐身符好像 隐身蝙蝠更加可怕 只有一半的隐身时间了 嗯 CDC的人 抱的还是比较近的 边蝙蝠骑士这波隐身找人 可能要撞到大部队啊 隐身是已经结束了 等下利丸吧 这个位置CDC是有个眼位的 打后眼应该是看到了IGV的人 这一模好清点吃家啊 这个树枝放在身上感觉好 好违和 啊 多一点属性呀 就是在这个时间了 你看到身上还有一个树枝会觉得有点那 沙娃买宝石了 26分钟 宝石可能给小羽人带比较好 小羽人是要做做BKB 但是小羽人带的话 小羽人带 小羽人跟他们不在一块 比较好烦一点 直接过来 一个大招 只是当着小羽人的面TP的 然后开了引刀 这要被杀了就有点 反补 反补成功 敌光的攻击力还是比较高的 对 还有两分钟回手 CDC再开一波雾吗 不然这个进步就浪费了 下路集合 沉默树是他们这边被眼看到了 对 哎呦 应该是眼下开悟了吧 对的对的 塔后有眼的 看到了这一波开悟 这一波开悟IGV是往上走 力图是换塔 就是CDC推下路 然后IGV推上路 同时上路如果CDC有人的话 还可以抓他 但被看到了应该就不会有了 主要CDC是这种推塔太慢了 他们推二塔之前肯定这个地塔就没了 正受到攻击 以摩西漏线 对塔非常快狗也出来 那这样甚至二塔都可能是互换 可以换 CDC推的慢 IGV推的快 可以看一下这个夜眼的下二塔还有多少水的 一塔房一开他们推不了了 这样IGV也走 把对面带盾的这一波是耗过去了 小鱼人BKB 编户骑士好像 想打个回头仗啊 复活快又来了 哈哈哈 这波打的话有点冒险 毕竟是对方卡下 跳过来拉住 成果给大招 就抢秒这边踢刀 哎 抢秒了 没办法CDC 如果在秒踢刀的时候 CDC能够后面留人 沙王马上跳刺什么的还可以 哎 萨尔这个位置踢了圣坛 给个屋 这个小鱼人是走到了屋里面 圣坛可以开啊 这圣坛没开 这边先秒了一个狮王 墓碑点掉 再找小鱼人 小鱼人开大 跑路 跟一手小鱼人在跳走 蝙蝠骑士再过来叠油 小鱼人开引刀 跑了 跑了 但是这个塔他们还得推啊 剃刀正面死了之后 团战CDC是不太好打的 小鱼人自己空带一个盾 但是如果被杀的话 可能还是要死两次 盾已经没了 哎 觉得这一波团战非常关键 又奠定了他们中期的优势 嗯 人头虽然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 来看一眼这个经济 应该是会 嗯 拉开到7500了 对 经验不到4000 主要是双合方面 经济就领先了将近 4000块 剃刀必须要把BKB做出来 没有BKB 太难打了 哎 先首次 萨尔大招很关键 大盗了 有机会杀 漂亮 这波是被抓了 这波RX在危险的地方打前 被抓了 终结了一个主宰比赛 对这个地方对狗来说 确实是比较危险 他可能是太过于自信于自己的反应了 觉得我能躲对面的什么技能 散尸 接下来这边把蝴蝶一座 下落小圆楼线这样一模 就可以把现在带到高地 夜眼下塔已被摧毁 小鱼人带了宝石 立完的刑技就要小心很多了 对 而且他们现在视野也容易被反了 沉默树是野埋宝石 是也不能被压制 对 我们看剃刀这个他要出什么装备啊 我觉得剃刀的BKB还是挺关键的 他不出BKB 要出双刀 我觉得他出双刀 没用啊 解决不了问题 该死的还是要死 对 这个又是个恢复服 但是还没有装 这个小鱼人 跳过来的 拉谁 没拉到 阴珠来这边先手失误了 这个大招就只能撤退了 对 刚才不够果断啊 这个 他拉人是不需要去往回拉的 他可以用跳推一起用 拉小鱼人 只要保证小鱼人开不出大招 狗出来应该是可以秒他的 狗出来配合沉默放大 把小鱼人秒了 小鱼人只要死了CDC团战 是完全打不了的 是 他刚才还是留了一个推棒 只用跳去拉人 他担心自己回不来吧 可能是考虑到 有沉默大在 沉默只要放大 小鱼人本身被拉CDC 其余四个人只能看着 没有办法 因为小鱼人是唯一个有BKB的人 因为隔了个地形 他担心自己带着小狗上去 他们对面人多 自己这边队友一时间赶不过来 可能是这样子可能 他可能觉得 怕小鱼人杀不死就崩了 对 比较谨慎 等一等自己的BKB吧 没关系 BKB还差一千块钱 对 上路CDC一个线也是看到了隐魔带线 但是隐魔敏锐的回家了 实际上带着个恢复神符 就保持着小鱼人把这边眼前反掉 下年要做冰眼 小狗的强袭也差一点 IGV应该是等一波关键装 小狗强起隐魔蝴蝶蝙蝠BKB 这三方关键装做出来之后 他们团战会 好打很多 对 强度会上一个档次 是 CDC 没有什么太关键的装备需要等 分身符 做这个分身符 分身符也可以 我让他出BKB主要就为了解小狗 小狗这个减速 这个减速太厉害了 对 做分身符解减速也可以 这边小狗开了魔面 钻一个石头人 开紧钻一个石头人 这CDC还真有点没办法 对 打不过他 打不死也追不上 干扰者在补自己的A杖 魔蝴蝠已经狐迭了 你觉得CDC 他们想要打赢团 需要怎么样去打 想要打赢团 就是 最好的办法是先秒了沉默 如果秒不了沉默的话 就是保证自己的 两个核心的 这个输出的空间比较好 他现在其实团战已经可以打了 因为 剃刀有分身符 可以解沉默的大招 可以解小狗的减速 然后小鱼本身有BKB 两个大哥的输出环境 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就看辅助能不能扛过 对方大哥这个第一波的伤害了 就是迎摸BKB小狗摸免的那一波 如果能扛过 后面其实挺好打的 如果扛不过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IGV是推线 然后准备空下一个盾 对上了的冰线不是很好 下一个盾是快刷了 白影之风BKB蝴蝶补冰眼 小狗已经枪袭了 就差蝙蝠 蝙蝠BKB好了吗 应该好了吧 也好了 那这样IGV的关键装全有了 这波正好是肉参团 这波可以开悟啊 非常强 装备领先 然后正式刷盾的一个时机 有眼的 对这里有眼 中路两个核心露线 蝙蝠骑士 哎 蝙蝠骑士没走第一个 我直接露线把线推过去 蝙蝠已经开火了 小鱼人提到是用这个幻象 把眼A了 对 画了条线这谁画的 蝙蝠骑士画的 开悟 哎呦喂 这么不小心 他刚才刚才不知道 那这样这波开悟 应该是被看到了 对啊 看到开悟的话 CDC肯定是要占这个高台的 进来 要打吗 一高人胆大 这也敢打 蝙蝠骑士开了BKB 小鱼人进来切小狗 哇 这输出 小鱼人被 直接被秒了 对 沉默开个大招 小鱼人一秒钟被A死了 然后 狮王也阵亡 对 小鱼人选在买活 但是你们开起BKB 一个大招 反打先撤一波 生化危机了 高台墓碑 小狗冲过来 第二套技能给剃刀 没推推爆 要死了 还有杀王赶紧刺走 被影魔也收了 一下普攻带走 小鱼人买活过来 跳到了人堆里面 影魔又是给了 这小鱼人 被立完误了 对 小鱼人买活两波没开出大招 完了 现在两大哥不能 他BKB都没开 这兄弟有点 有点 他第一波就很凶 有点懵了 是的 被打懵了 他第二波被误了之后 应该是一直在摁大 摁不出来 发现只有BKB 想摁的时候已经死了 有可能吧 肯定是这样 他有BKB两波团战 其实刚刚是两个物 一个物加干扰者的大招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站在物里面 我觉得 他觉得怎么萨尔大把我给沉没了 是的 Bug 然后死了 这波小鱼人一个买活死 这波比赛 太亏了 结束了 小鱼人买活死 让比赛结束了 本来这个团战 CTC不好打 小鱼人两波阵亡 没有开出大招跟BKB 这就直接打了 CTC推了 CTC只不过有点不甘心 小鱼者上路 跑去带线了 我踢一个 杀王 不用管 拆就行了 小鱼人还有 二十几秒 影魔开BKB跑 小狗 抓了一个对面的兵 留下了一个小狗 反打 反打 取杀咬者这个大招位置 没必要打 其实开奔身斧BMP 是拉得非常准 直接 拉中了真体刀 是的 踢刀再次阵亡 那没得打了 上波小鱼人死了以后 就没得打了 现在CTC只是 在延长比赛时间 结局已经输定了 翻不了了 这个盘已经 小鱼人 小鱼人可能是说 我BKB出了 总得开一次吧 小鱼来开BKB了 开起来 打影魔 不穿色 哎呦 这个蝴蝶影魔有点肉啊 对 一死之前还是把 把这边的人都给带走了 小鱼人BKB开过了 可以积极了 嗯 有点凶 出现了很开心 灭了拨拳 最后自己还没死 这样子是 恭喜IGV战队 是拿到了最后的一张能跳 对 这样IG俱乐部确实是表现非常不错 两个队伍都是能够晋级 一个是第一 一个是后面的双半赛再杀出来 嗯 其实IGV他们也有机会的 因为小组在第一天 他们也是三成全胜 对 他们在B组一开始状态也是比较不错的 嗯 那今天的话 我们最后的两个名额也是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其实在小组赛这边 A组排在第一的是IG 对 IG是全胜 对 当之无愧的冠军 然后B组这边的话是 VGJ VGJ VGJ其实算是个逆袭吧 对 VGJ的话 他其实就人员配置来说 在B组也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强的队伍 但是他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对 他是跟VG打成了一比一平 然后是 最后一场他是 是赢了IGV吧 最后一场2比0 VGP 他最后打的是VGP 但是他积分比IGV要高 嗯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今天的积极过程 对 今天的一个四进二的比赛 对 先是CDC2比1战胜了VG 然后是LFI2比1战胜IGV 然后他们的胜者 又是在进行一个较量 LFI2比0CDC 所以LFI是拿到了第一张门票 对 然后败者这边是VG的IGV IGV2比1战胜VG 然后IGV再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CDC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这场比赛 刚看了这一场 对 2比0 最后的两场都是2比0 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两张门票吧 对 最后IGV和CDC这两场 基本上我们看到 无论是这种选择 还是中期的这个发挥 都是这个IGV要更好一些 是 CDC虽然说第二局 他们线上打出了更大的优势 然后中期那个装备也是差的不是很多 有一定机会 但是小鱼人一波团战中 也算是一个比较致命的失误吧 BKB没有开出来买活死 然后一波就被IGV带走了 是的 这一次的这个DAC的中国去预选赛的话 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像有New BB这种战队的比赛 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趣味性吧 是的 然后也有像IG这样子的队伍 就是直接是一往无前 拿到自己的一个第一张门票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 也看到了很多队伍重组之后的 一个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是的 那不管是没有拿到这个门票的队伍 希望他们在过年的这段时间之后 也是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如果是拿到了这个线下赛门票的队伍呢 就更要加把劲了 加倍努力了 对 因为我们谁都希望过年之后 回来他们还能够把自己的状态 放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赢下接下来的比赛 也是代表我们中国的战队 在这个DAC上去的一个不错的成绩 是的 是的 那好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